港医官的社区月十几是提醒第二冠名 月十贤胜领略的重要推出 在今年社区月十几 从十月车一开始一直到 11月26日是特别来安排中国的中处 让月十的表演来当下乡来加入社区 在那一会的晚上 是在普主席的大空洞社区来提醒 社区的民众相信计 体验日本外党为自己所实在的 环境所担来新的生命了 也让社区担来赞新的面貌 今年港医官社区月十几外党一 在家意见你作为主题 安排的表演团体有来自 美国地区的球比叔叔 知己二重唱明花寡手 欧欧欧剧团 言云舞级得起空间 和欧洲江中协团 中下乡到破组 并向卫生 既靠含赞上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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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第一站开到铺子带大康廊 那么我们最主要是嘉意线文化观光局 希望这个艺术活动能够带到社区 那么等于是他们要享受社区 这个艺文活动就在家里门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有 溪口也有 那麦民雄也有 还有这个水上 还有眉山等等 我们特助一个文化的社区 在故宫南院的完成了 落成了 我们一步一步来 就是要提升我们经格改观 经格我们特助是一个文化的水准 当然这里有很多体型的 要从小扎根 所以我相信说未来 我们特助我们的年轻朋友 我们应该要把文化部 都尽出更多的经费 包括音乐教育 音乐的一个教育 包括美术的教育 这样和故宫南院 才整个可以做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连结 港区关系社区月十几一号 也没有在特助市的家企团顶顶 由美国的酒 邱比叔叔一个超越富裕 和政策的模式的手法来跟开支播 关注对华官表示 港区关社区月十几一 基本到现在已经建立第十年 中阶本在这大高社区 不需要吃饭吃夜市 让夜市来找你 并将不放弹地秋天 天气凉送 立即驾出好花来请进夜市 让夜市在在社区 平台开会 也让港区关建立文化关公信息代 西新新闻专台信 破主席彩虹报道 出发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